問一下張老師,整個香港反送中 一方面是美中貿易戰穿襲兩人攻防的新戰場 另外一方面,北戴河會議已經揭露曝光的訊息當中 香港議題恐怕中南海政治局哪意見也有差異 我想香港議題現在當然是中共不管誰在執政的重中之重 目前看來當然情勢還在他們可以控制的階段之下 但是之後會怎麼發展呢 我認為這會是中共大外宣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焦點 中共對於香港議題的大外宣的基本口徑 第一個就是特區政府還是有能力掌控局勢的 藉此來凸顯一國兩制還是基本成功 也就是不會亡在習近平這一任的手裡 所以不到最後關頭解放軍不會輕易出動 他叫人混進去換穿港警的衣服 這也就是一種鎮壓了 但是不到最後關頭不會正式進入 我想這一點對大外宣來講很重要 因為如果解放軍出現在香港街頭 不管他理由再怎麼正當 終歸來講還要費很大的力氣去解釋這個情況 而且對全世界的所有的人來講 不管再有理由 總會得到的共同印象就是香港局勢 中南海控制不住了 這一點我認為他不會到最後的關頭 他不會輕易的讓人家覺得他已經無法控制這個狀況 那第二個就是大外宣一定要強調 大部分的香港市民還是支持中央 支持特區支持一國兩制的 他們可能只是對個別政策 個別人士 個別的這個高官不滿 所以未來這個大外宣的這個導向 很可能走向這方面 那既然大部分人是滿意的話呢 那自然就要有小部分的壞人 這個一定要被找出來 因為這些壞人是煽動大部分的這個善良的市民 然後反抗這個中央反抗特區 這個是常用的方法 所以在這個大外宣的這個情況下 這些少數的這幾個人被挑出來 被鎖定 這個是非常有可能 而且呢 中共也注意到一件事情 就是說香港的抗爭者 有一句這個傳送的這個口號 叫做核爆也不割席 意思就是說 不管你是前線勇武派 還是何理非 基本上不要相互切割 不要相互指責 所以呢 他現在鎖定這幾個知名人士 鎖定他們就是亂港的禍首 那現在來講街上的抗爭者 縱使不是受到這四個人的影響 基於本身的良知 本身的政治意願上街去抗議 但是反正也不切割嘛 所以街上的抗議者也不會去切割這四個人 那這四個人當然不可能去切割這個街上的抗議者 所以呢自然而然就好像是這四個人帶領著大家 鼓動的大家 這種這個作為 目前看來中共是打算是要這樣利用 而且這個目前看起來 中共有一點這個態度就是說 威脅美國或自由世界 如果你們貿易步步進逼 就可能換來我鎮壓的結果 香港變成人子 換個魚死網破 因為如果你貿易弄的我這個整個經濟出狀況 金融出狀況 外貿出狀況 我就更需要強調我的權威來維持我內部的穩定 這個對大部分西方的這些研究中共的學者來講的話 這個是說得通的 他們的確理解中共可能這麼幹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這個川普呢我們就可以理解他在解放軍開始集結 而且刻意放出影片的時候 對這個關稅有一點放鬆 那個意思就是希望這個談判持續下去 也不希望中共狗急跳牆 這個我們前幾天節目有說過了 那麼這幾天呢 尤其是8月18號的集會 算是和平落幕 這一點來講 這個中方會解釋說 情勢已經逐漸的在控制當中 所以最近港股呢 人民幣的匯率呢 都有所起色 因此目前來看 中共會利用這一個情勢 就是這個集會呢 已經在這個控制狀態 然後大部分港人 還是這個支持政府 這是他們自己的講法 當然我們觀眾可能說 這個是中共不會 這個是胡說八道 但是中共向來他不是在乎的 不是說他講的是對不對 重點是多少人信 那其實這個這樣的情況之下 中方就會利用這個大外宣 去設法就是讓金融危機 貿易戰不要過度發生 尤其是最近他知道 國際間除了香港外 譬如說我們知道阿根廷 那狀況新興國家的這個 金融也好經濟也好 都不是一帆風順 他也怕說這個周邊效益 這個去蔓延到目前 他體質已經不太好的 這個中國中港經濟 現在來講 這個中方就是盡可能的去 把這個問題鎖定在幾個人的身上 把他跟大部分的這個港人 先區隔開來 我認為這是他目前的一個策略 好我們稍後立刻回來